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89问 上帝的道怎样产生果效使人得救呢 回答 上帝的圣灵借着阅读圣经 特别是传讲上帝的话 这就是非常有效的媒介 就能够使罪人认罪回转 并且能够圣洁和在安慰当中被建造起来 就使他们借着相信已知得救 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为要达成这个目的 就有两件事是必须的 第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动工 第二,我们必须要 勤奋的付上代价的研读圣经 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人才能够知罪 然后悔改 来到基督的面前 而且这样人会改变 生活也会越来越圣洁 心里也会越来越喜乐 那么圣经是如何启示我们的呢 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书信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阿们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经上记者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阿们 在提萨罗尼加前书一章六节 经上记者说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了正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阿们 感谢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你